上梁不正下梁歪!儿子吸毒,女儿出柜,大哥不是个好父亲。 成龙作为一名演员无疑是成功的,24会成名,家财万贯,更是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。 但大家都知道,大哥不仅有一个公开的儿子房祖明,而且还有一个不被承认的私生女吴卓琳。 大哥在事业上是很成功的,但在教育孩子方面却得大大的不及格。 曾经被厚语寄望的房祖明也是被大哥捧在手心里的宝,为儿子的演艺录大哥更是煞费苦心了。 但事与愿违,房祖明最后却走上了吸毒的道路。 在针对儿子吸毒事情上,大哥在获知房祖明要出狱时只骂了句小王八蛋,看得出来,大哥还是很开心的。 而且成龙也在媒体前坦言,未来不排除与房祖明合作拍片,对儿子依旧寄予厚望,希望房祖明能多往导演,监制等幕后工作发展,幕后生命长,目前生命短,我希望让他接下成家班,公司,以后我就可以专心拍电影。 在房祖明出狱后成龙还亲自为其剃了个光头,寓意改过自新,重新做人,也许他也同样希望房祖明犯过的错就随着头发远去吧。 在对待儿子方面,成龙还是挺用心良苦的。 而对于私生女吴卓琳,成龙大哥是不承认他的,没有想认回来的想法。 而作为大哥的女儿,吴卓琳是青出于蓝圣于蓝,青春期的胖逆行为一次比一次严重了,这次更是公开出柜了。 今日,成龙大哥也终于回应了私生女吴卓琳出柜事件,不过只有简单的五个字,他开心就好。 这五个字可引起了网友们的不满啊,纷纷表示大哥态度很冷漠,一副事不关己的语气很绝情。 而且成龙大哥在对待儿女问题上态度的差异也引起广大网友的不满,成龙骂房祖名小王霸蛋,却让小龙女开心就好。 这么明显的存在偏爱,网友也纷纷为吴卓琳喊话。 而且,很多人都把小龙女的问题归咎于大哥当年的不负责,而大哥却只说了一句犯了天下男人,都会犯的错就把私生女的责任推得前前。 网友们可是付钱的,出来混时早要还的,自己种的果,再苦也要吞下去,风流是要付出代价的。 相反,在面对女儿种种问题甚至出柜,妈妈吴起立一直在后面默默地关心着,鼓励着。 吴起立在社交网公开发文,No matter how, love you always。 Less,不管怎样,永远爱你。祝福。 成龙是个好演员,但不是一个好父亲,也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。 不过孩子始终是无辜的,大人犯的错,不应该由孩子来买单。 吴卓琳,也不应该为犯错的吴起立和成龙买单。 如今吴卓琳也快成年,我们也希望他不再受父母的事情所影响,勇敢坚强地做自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